大家好 我是龍振天 歡迎大家來到這一集的運氣法則 這個星期我有些什麼更新呢 過年後都叫在靜下來 又穩定了 開始我時間去兼顧我自己的事情 但事情好像很多都無從入手 我現在都在想著 大家如果一直有看我的頻道 都知道我早一輪 尤其是過年前最忙的時候 我就忙我的運氣法則 然後又搞了一個免費的講座 就是精準掌握運氣 現在兩方面都開始穩定下來 我自己有很多事情在想的 我經常都是這樣跟我的客人分享 就是你人生一定要有些事情移動 你一定要有些事情 你不停要自己去想 令到自己可能會不會在裡面 獲得一個滿足 一個進步 可以是什麼都可以的 我自己主要分為幾方面 其中有一部分 學習那部分 其實我有很多事情學習 同一時間 我有看一二三 有三樣東西我現在就保持 彈琴的時間 不能回到 我自己的意見 我自己也 未必代表大家 大家都可以因應自己的環境 大家自己去想 我自己 學習我不能超過三樣東西 因為不能負荷 而學習的定義 就是要花多少時間為止 一個學習 可能每個星期花一天 或者兩天 每次花一個小時 差不多 我現在學習三樣東西 大家都可以參考 我每天有興趣 學和我相類似的東西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我第一樣學就是日文 日文我動機很簡單 我就是想疫情完了 我去日本 我可以 不用對答如流 同一日本人 不需要的 但是每酒店簡單 訂位 講兩句 他講兩句 我聽得明白 我跟廚師 跟廚師 韓圈兩句 主廚 在香港 留在哪間酒店 去了哪裏 很簡單的對答 或者去買東西 超市也好 百貨公司 找廚師 問他多少錢 有沒有大馬 這件衣服 有什麼顏色 都可以對答到 我問過 那個 學日文的老師 他就告訴我 他說大概 大概學兩至三年 應該可以去到這個階段 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這兩至三年 哇 兩至三年 聽得上來好像很長 其實不長 你想想 我一個星期才一日 其實差不多等於沒有學 一個星期一日 一個星期一日 一個星期很少 很少 因為我現在不是說 那些什麼 日本留學 那些 我一至五 每天九個小時 那你還可以 十個月 你可以學完 四年的課程 別人去到N1 進去日本大學 讀書可以 看日文書可以 我不用 我簡單 兩至三年 不需要什麼壓力 另外第二樣 我越來越注重健康 那我就有去做健康 就是定期 那當然 現在就停了 疫情這樣 突然爆爆爆 但是我都 疫情前 我都是正常的 健身院開回之後 我都 一個星期去兩天 我自己做兩天 一個星期四天 那我就跟教練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一個星期 那我自己去兩天 每次行機 行機大概四十分鐘 你算是洗澡 換衣服 前後一個小時 四天 那我就覺得可以 運動 你應該可以花 長一點時間 那接著呢 去到就學投資了 那我投資 我是花最多時間 我現在主力 我就在那個 投資方面 因為為什麼呢 我是深信 其實就等於怎樣 等於讀大學 讀醫科 就是你辛苦這一輪 你一輩子 你都要安樂的 你這個付出的過程 是值得的 那是不是學其他東西 不值得呢 不是 我可能學書法 也值得的 但是 那階段少有不同 我會不會去學書法的東西 會不會就是等我退休啊 或者學下棋的東西 就是等我先退休 在公園 變成一個 那時候 我去做的東西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應該就是 賺錢的時間 那為什麼不通了 跟賺錢有關的東西呢 我經常都說的 學問有很多種 但是賺錢的學問 是最值錢的 譬如怎樣呢 譬如你去學很多不同的東西 都可以的 但是賺錢是最值錢的 譬如你去讀一個 港大讀醫科 你將來做醫生 一定是最值錢的 因為這個 可以令你衣食無憂 一輩子 你不需要憂心你的工作 因為這樣 那個機緣 都很巧合 剛好我找到一個 我自己覺得很好的 一個投資的老師 他也很肯教 所以我盡量利用這個時間 我就向他學多些東西 我成不成功 我都不知道 坦白說 到現在 不成功 但是不成功 是不是只是一團糟糕 我覺得又不是 就是落來回反 反反覆覆 但是未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 我什麼都不用做 我只靠投資運息 就是這個 就是我最最後的目標 就是我差極了 無論如何 我投資 我都找到食 Earn a living 我經常說 Earn a living很重要 運氣法則也有說 我們不用改變世界 五位大 我們Earn a living 已經很足夠了 我未突破 我突破到 我告訴大家 但是我身邊的人 每個人都說 我一定是成功 為什麼 因為我那個執行力 太恐怖了 我被我盯上 無論如何 我怎樣都會做 譬如程度龍時 一個星期一集 我真的持續了這麼多 年 2012到9年 完全風雨不改 一個星期三篇 沒有人工 不用交代 沒有老闆 我自己 純粹我自己的興趣寫 都可以持續這樣做 那我就會有一個反思 是否我的問題 我在群組裡問同學 大約問他們 有誰贏錢 就是錢 每人都有機會贏的 我覺得那些不奇怪 你偶爾 你面臨一個大星市 單邊 我現在認識了 我們叫單邊市 單邊市 有誰不懂得買 等於你去百家樂 又或者買大小 連續開百貨大 有誰不懂得買 口口都大 你最多是種多種少 你每斤買了四口 這棵可能會爆 這棵可能開小 我就不買 你最多不買 然後你見他又開大 你又跟回 又種幾口 一定種的 分別是種多還是種少 那些不奇怪 就是怎樣 會持續 大家earn a living 環境有改變 以一個戶口 有錢拿出來 這個是我終極的願望 到現在我都沒有拿過錢出來 但是 我亦都沒有入錢下去了 這個是我自己少少的 投資的心得 邏輯是怎樣 如果你的方法是正確的 你基本上 你應該要不停贏錢 你不應該不停入錢 你的不停入錢 即是你不停輸錢 如果你不停輸錢 你是不是應該要檢討 你那個方法呢 是否那個方法 即是未去到那裡 那我不要緊 我現在奉行的東西是怎樣 我輸入也不要緊 那我就小住一點 我就縮小了 那本金 總之那筆錢我放在那裡 就是這麼多了 我不會移動它 那輸了 那本金少了 我就賣小一點 好了 到我又賺錢 好像我這幾天 又賺錢 那我又賺大一點 那一路就這樣 希望就是越買越大 那你能不能夠永無止境 買很大呢 也都不行 那我去到某個位置 可能當 平時可能十元鋪 那最多我自己想 可能去到三百元一鋪 就這麼多了 不會再間住 然後這樣那個又怎樣 earn a living 那一路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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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嵌越多 那跟著就一直拿錢出來 那跟著就開始改變 那我要拿到錢出來 拿到錢出來才是自己的錢 那我又問同學 大概他們有沒有贏呢 那身邊的同學都沒有贏錢 那我問回投資老師 那我投資老師 那我現在學了三個月左右 都說 喂 你不要那麼貪心 你有什麼可能 我自己辛苦了幾十年的事情 哇 我真的說了兩句 你兩個禮拜 從此生活無憂 這個沒有可能 那我又覺得 他們說你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你要不停評評自己 自己的方法 哪個方法適合自己 因為他可能提供了 譬如說十種方法 那不是每個人都很熟悉 這十個方法的嘛 有些可能有A方法會好些 有些可能有B方法會好些 每個都不同的 你要摸掉你自己的方法 即是我們人生都是一樣的 運氣法則都是一樣 我們每個人成功 那條路都可以很不同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我們去同一個目的地 這個目的地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成功 所以我現在這個階段 我在投資裡花的時間很多 每天我會看市 我會收市 我會做功課 我會花最多時間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那我輕輕的腦海 我會想 結束了 到我通了這個投資市場 我又覺得OK 那可能我就會轉動了 我會再去做其他事情 那這是我的計劃 我喜歡的 每個星期 和大家像朋友一樣 很了解我的 我的客人上來 師父 雖然我第一次見你 但是我和你真的很熟 我對你一切療如指掌 你的寫字樓怎樣 布局在哪裡 放了什麼特別的東西 好像上來打卡 那些咪 傳說中的咪 成斬 現在鏡頭拍不到 放在另外一邊 有個街機 原來就是這裡 你又有個按摩椅 有個梳化 書桌 書架 好像對回景點上來看 我喜歡分享 我沒有什麼所謂的 而令到大家怎樣 可以掌握 我的動向 或者我的更新 掌握我更新 那跟大家有什麼關係呢 我又不是什麼明星 你又不用追星 完全就不是這個 而是你有沒有在我的更新裡面 你都會得到一些啟發 你有沒有在你日常生活裡面 你都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你推動到我又去想這些事情 所以我都喜歡 每一集我都會有些更新 當朋友聊天 坐下來 喂 怎麼樣 近來John 沒有什麼 搞什麼 很閒談 所以你會覺得整個節目 好像我在你面前跟你說話 因為事實也是這樣 我又不喜歡造作 我又沒有什麼收聲 我什麼都沒有 我個人又是很真誠的一個人 去到今天的分享 今天的分享 我想要分享什麼呢 就是分享一個 在心理學裡有這個現象 就是一個大腦門騙的機制 意思就是 你本來你不喜歡那件事 或者你都對那件事沒有什麼興趣 但你不會透過日常的身體語言行為 是說話 而令你自己去有一個改變 而令你到尚未喜歡那件事 是可以的 就是有部分的事情 可以因為這樣 而有一個變化在裡面 那我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 事實上我真是新鮮而辣 我剛剛見過一個客人 不過他應該沒有機會聽到 他不是的 都有機會 我配回中文字幕 他都可以看回的 我跟他分享了 當然他就講國語 我跟他講國語 那他大概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他拍拖不多 他拍拖 拍過一次拖 他也很年輕 今年二十多歲 很年輕 當然我會見到很多機會 他接下來 外表身材就不用說 上上一流 一定出去一定有男生追 我也看在命理上 我幫他看 看他的八字紫微斗數 我一定會結婚 有沒有一定呢 算命的事情 嚴格來說 未必有 但有些事情 那個機會 真是九成九九 很大部分機會 拼回現實也是這樣 但他現在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他現在遇到的問題 就是他不容易喜歡一個人 那一開始我們都談了一會 我也想幫他 到底是什麼原因 令他不容易喜歡一個人 那他就說 有很多時候就是 他其實有很多機會 他說 他絕對是一個 逃花萬人迷的門檻 為什麼呢 符合了兩個原則 第一 九成的男生 跟他約會一次 都會主動提出第二次約會 第一個 是桃花萬人迷 這是桃花萬人迷 他一定有吸引力 否則不會達到這個要求 在我 桃花萬人迷控心術 我寫得很清楚 你要成為桃花萬人迷 不是說 他不錯 他吸引 不是 我有一個絕對客觀的準則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這是第一個條件 九成的男生 跟你約會 一次之後 會主動 跟你提出第二次的約會 第一個準則 第二個準則是什麼 七成的男生 在跟你約會三次之後 會主動跟你表白 這個你可以成為桃花萬人迷的門檻 大家可以分析 他絕對絕對可以成為桃花萬人迷的門檻 約會在三年之間 約會了五十個人 我覺得幾多 你隨便五十個人 一年就十七個 一個月多於一個 一個半 兩個月有三個 很多的 這個數字 但是 遇到一些 他不喜歡的人 或者 不太適合 我覺得奇怪 如果你放在我那裡 我去想 你給我五十個女生 我選擇 高矮肥瘦 美女 臭樣子 身材好 不好 都有的 五十個 平均分佈 隨機 眼看見五十個人 你過來 過來 過來 選擇 沒理由五十個人都選不到一個 對 段股 很嚴重 五十個人都沒有 對 這是一個 很不正常的數字 亦都因為這樣 我就跟他 討論了很久 我想了解他的問題 到底在哪裡 他只是拍過一次討論 他經常會覺得 那些男生 你會不會太過體貼他 某些原因 硬是覺得不好 又或者自己對愛情沒有感覺 我問他 如果你對愛情沒有感覺 你其實是否應該 不拍拖 不拍拖 不結婚都可以 你有自己工作 有你家人 朋友 還是怎樣 因為 事實上 部份的人 真的是這樣 我部份的客人 他真的對愛情 完全提不起勁 老海 沒有 就是阻止了這個 老神經 沒有愛情 完全不會對愛情 產生任何的幻想 和興趣 沒有興趣 相反會覺得很煩 我扔著一個人 我又要跟他交代 我又要跟他一起住 我都會有自己的空間 所以他讀書的時候 他不會跟同學拍拖 出來工作 也不會跟同事拍拖 因為他很害怕 譬如同學 同事 每天都看到 就看著他 他需要一些自由的空間 你聽下去就有矛盾 自由 和結婚 結婚就是兩個人緊箍在一起 每天都要對著 我當大家上班 怎樣有自己的生活 怎樣都好 你晚上怎樣都一起睡 晚上回到家 中間就有一個矛盾 會不會是因為他這樣的想法 而令他不容易去發展一些關係呢 我覺得裡面是會有的 然後繼而我會再進一步 我會再想到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是甚麼呢 他只是想結婚 但他又不想有結婚的義務 就是大家會一起這樣 而且他根本 他準備好一個感情 意思是甚麼呢 他比較 個人可能比較正經 個人比較認真 說話不多 他說很有趣 他說在文字上 例如網友 未見面 訊息訊息 可以的 很主動 可能很好談 但一到見面 就有個甲膜 見面 跟你在網上談 分別在哪裏 就是見到真人 見到真人涉及甚麼 涉及身體上的接觸 身體語言 去到這一方面 我就叫他去想 會不會是你的身體語言 其實比較弱 他說是 我也不容易很主動 去做很多事情 通常都是外若無雞 動也不動 好像我經常在幾個課程 我都是這樣說 女生千萬不要外若無雞 動也不動 原來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 有一部分的女生 雖然外若無雞 動也不動 但她都會喜歡人 對那個男生有好感 不出奇 另外一部分人 會外若無雞 動也不動 以聊天為主 聊天為主 是怎樣 變成朋友 變成朋友 未必在男女感情方面 去發展 這樣就比較不容易會喜歡一個人 到最後我就找到一個問題 所在就是怎樣 會不會是自己的身體語言不夠 起初都想了一會 是否真的有關係 但想一想 其實確實是有一個 真的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因為 你如果不是向著那件事去想 你不是做一些相關的事 你是不容易聯想到那些 你想想是不是 不如這樣 我去一間公司 去別人公司 類似的 去別人公司 開會 看風水 坐在一個會議室 我便提出 大家開會 你這裡的財位在哪裡 你這裡的風水 是怎樣 類似的 我有了PowerPoint 穿了西裝 拿著公事行李箱 拿著羅庚 然後大家 一本正經 看著我 我當時 我會想什麼 我必然想開會的事 必然想一些很認真的事 你怎麼會想 男女關係 這個女生不錯 這個女生不錯 這個女生多漂亮 我一會兒約她喝咖啡 約她吃飯 問她拿電話 你不會的 為什麼 因為你在那個環境 你就是想那些事情 那個環境 這麼正經開會 你想想 你常理開會 你會不會想到 那個John 如果請我喝東西 就好 我怎樣可以讓John 請我喝東西 你不會的 大家在開會 說正經的事情 你必然圍繞著 那些事情去想 所以我們都是一樣的 你想想 如果那個約會 你的身體原理不夠 你會不會未有足夠的反應 或者足夠的訊息給你的大佬 你其實是想去做這些事情 是有可能的 絕對有可能發生 這個不是100%的人都是這樣 我覺得未必 但我又覺得 Give it a try 有些什麼 不知道的 就讓她試一試 試一試 對的就好 那你就通了 不對也無所謂 於是我這樣 跟我的客人分享 我們嘗試一下 妹妹就是 你當你很喜歡那個人 你會做些什麼 譬如那個男生 若回桃花蠻 就是一定的 那個身體原理很豐富的 主動賭點東西 微笑 身體原輕度的身體接觸 這些我覺得都可以 講話 妹妹比較嬌柔 做作一點點 這些我覺得也是可以 妹妹就是持續去做 而瞞騙了這個大佬 你喜歡一個人 也是有可能的 因為我告訴他 我說你一兩個男生 不對 可能經濟條件 可能外表 不合眼 不出奇 但這件事 接二連三的發生 你要留意 接二連三的發生 五十個 約五十個人都沒有 裡面必然就有一個 比較重要的原因 在裡面 我就這樣 跟我客人分享 我叫他試試 行不行 拭目以待 我想到相關的例子 妹妹就是 我其實很討厭小明 我討厭到入骨 看他後面 我一定討厭他前面 這個不是一個好人 這個可能當同事 或者怎樣 朋友 不是好人 但我現在 我想要喜歡他 又或者 我嘗試做過實驗 一離遠 見到明仔 笑了嘴 主動站起來 打招呼 揮手 明仔 這邊坐坐 明仔 喝些什麼 我請 主動去說 明仔說 有什麼好喝 這裡有荔枝蜜 最棒 不錯的 滿面笑容 欣勤 拍拍的肩膀 等我等 我去幫你叫 很快來 拿著一杯荔枝蜜 給他喝 怎麼樣 好喝嗎 這麼大的天事 解暑了 然後老海 主動跟明仔去聊天 明仔 最近怎麼樣 忙什麼 跟他聊天 明仔妹妹 都回答幾句話給我 大家基本上 溝湯了解一下 然後妹妹 經過那次短暫的會面之後 明仔走了 我就會想 其實明仔也不太差 會不會有這個效應 心理學是有這個 是有可能的 我覺得是絕對有可能發生 如果是絕對有可能發生 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是 你怎樣去對那個人 你會不會知道他不是好人 或者你不喜歡他 你先不要想著他是一個不好的人 你先不要想著他是壞人 你會不會主動做好你的部分 去對他好 欣勤一點點 還是怎樣 門騙了你的大哥 然後到最後 妹妹其實那件事 都不是這麼討厭 其實那個人都不是這麼討厭 又或者你妹妹做了一件事 哇 你叫我去倒垃圾 我就是最不喜歡的了 不會污衊 又有一股味 妹妹你有個大哥門騙機制 是 即時就跟自己說 喂 倒垃圾好 立即入氣三 喂 哪裡啊 等我來 嘩 倒垃圾最好 幾天沒有倒垃圾了 嘩 真是好 倒垃圾 又強身又健體 講一些歪曲邏輯都可以 果然微其實也不是那麼難聞 一次半次有什麼所謂 幫人 我倒垃圾 那強不用倒了 我也是幫強 你會不會用這種語氣的思維去說給自己聽 門騙自己大哥一次 然後到最後 而令自己到最後又成功了 有這樣的機會 不成功倒垃圾 很有用的 所以我真的見過我的客人 剛才剛才見過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立即要錄運氣法則 再引伸下去 我們做人 成功 你也是一個大腦門騙 其實 那件事明明你做不到 省一點 你怎麼搞得到 怎樣你都搞不定 那你一定搞不定 你都未開始 你都已經這樣跟自己說 就打沉自己 還是不要緊 我是再來 不行 再來再來 再來 當然有一次可以 沒理由不行 客觀點來想 到底有什麼方法 然後給自己信心 有道氣 有個勢 不以為然 我們繼續 一定可以 有什麼理由不行 來看看問題在哪裡 一起來 想好 會不會到最後 都會想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我覺得是有機會 想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因為事情解決不了 有兩樣 第一 你真的做不到那件事 譬如你生對逆飛 當然是不可能 客觀想這些 沒有可能 但仍然有部分 不是力有不低 而是你的信心問題 是你自己不夠自信 一開始已經打沉了自己 所以我股票我不怕 輸我不死 我就縮住 你有本事不停輸 你有本事不停輸 你有本事連輸 一百局給我看 沒有可能 你一定贏贏輸輸 而且我相信 一個最重要的信念是什麼 我跟到一個正確的方法 然後我會不停研究這個方法 然後我要調整 我很有感染力 我不停鼓勵自己 我一個群組 我鼓勵同學被我感染了 真的好 有你在這裡 真的可以激勵一下 成功與否 拭目以待 但是做人怎樣 我幾集之前都說 最重要是有道氣 最重要是你有個勢 最重要是你對自己有信心 更重要的是 你有一個大腦門騙的機制 你都騙了自己的大腦門 那你就成功了 你就向著成功的一方 那邊去走 好了 講到成功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參加 我那個 精準掌握運氣 這個免費講座 很有用的 如果未參加 大家不妨參加 在下面 我這條片下面 我有個連結 另外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片 對大家有用的 就按讚 分享給你的朋友 可能你的朋友 會不會現在都是自信心 或者人生的低潮 發這段片 鼓勵一下他 你有什麼經歷 有什麼評論 有什麼想法 你都可以發表 你可以告訴我 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旁邊的小鈴鐺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下個星期有新片的時候 也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好 今個星期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是 Represent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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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